那你不觉得比如说别的导演拍大片挣大钱出大名 可能这家伙挣好多好多钱 你会觉得有点怎么说呢 我是不是也该挣点钱 我怎么不觉得有这种人 谁呀 你们导演圈里发财的还少吗 说的好 我不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我不熟都不算 得我认定的才算 你看我跟他 他这种感受是对的 我也是 我没有多少钱 但我永远鄙视钱 你别拿钱 因为我在我这种身份中 老有人来买你 我说你真小看我 就是 对 我们真是从内心鄙视 因为刚才想起来 爹妈都拿命底这事的 你拿钱底不了这事 对啊 这已经咱已经过得很好了 对很好了 你也别说这个我也有这个风骨 就是说 你也有了 我一般就说 这点钱就想把我买了 多了 这点钱就想把我买了 这20年我见到 多点 但是你记着啊 你是 你是那些商人的客星 你把人给逼到墙角了 死角了 就这点钱你把我都买了 你放心 他真不能比这再多了 到头了 嗯 就这点 他哪来那么多钱 商人没钱了 东拉西折 然后拆中枪 补西枪 得靠你 才能让他再涨点钱 您说这点钱都买不了我 他他真没有了 你要跟我 逼我 我真好面 孙子 你这个钱不够是吧 老马 给我点 把拽给你 你积我行 你积商人 他就真没有了 他就把头给你低下了 我不买你 我买别人去了 他这是在幻想吗 什么叫幻想 你对世界不了解 我跟你讲个事 当天有一回 我跟那个朱家进先生 那是五代人在皇宫里 做官的家里 那钱就甭提了 捐给家东西最多的人 有一次开会 开会呢 这个一大堆人 就是中间休息 有两个人 痛不清的满天飞 就说有一财主 如何如何 在北京买的 如何如何大的一个院子 朱先生就问了一句话 说那院子大 里头能划船吗 你这话有点损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小时候 有张照片 在他们家院子里划船 那是大户人家 你别跟他吹着 可没有用 所以呢 他买不起你 你只要说 我这点钱就买我了 你给人顶到头了 不会再多了 你放心 你别以为 那应该怎么说呢 你就见好就收呗 拿点收点呗 你 但是我肯定是就算了 我觉得我五十多岁 而且我 老马爷咱俩觉得咱俩都这么有钱 很好 干嘛呀 再多还能多到哪去 不是 他说这个 他说这话对 就是再多 多不到哪 而且比我们辆 用花不了 比我们辆有钱的人不认识 没用 兄弟我也是五十了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个老哥哥们呢 大几岁之后 这个年龄上是个什么感觉 是觉着有老的感觉吗 有点往下 我告诉你 你别问他 低落的感觉 你问我 我比他大 我告诉你啊 人每过十年都会有明显的心理状态的改变 四十五十六十都会有 尤其刚跨过这个坎儿 你会有悲哀的感觉 你比如我五十岁那一年 我就心里觉得 怎么五十啊 我小时候看五十岁的人都快死了 你不是坐山雕吗 对 然后他没有 他没有 他也有 今年五十吗 五十啊 你快要五十一了 嘿 你让我再嫩一年不行吗 你等会儿 坐山雕就您那岁数 等会儿 放进了杨子荣 我告诉你 那我还没混成坐山雕呢 等你六十岁那天 你会觉得五个岁特别好 什么也没有年龄之前 我都想 你现在不羡慕八十的吗 我都不羡慕 那个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不是妒忌人呢 我刚才一开始我们就在说 就说我真的是在想了一刻 我在想当时你们那有一沙坑 你想我都想得多具体了 你们那学校里 怎么我隐隐约约有一沙坑 但是呢 我想不清楚在哪 你说我们学校 对啊 然后我就在中细啊 中细啊 我对中细非常熟 我一不上来就说四层 四层是最高层 他们缠住在四层里 我肯定是很熟 女生在四层 女生 对 就是年龄啊 我愿意丧失所有 没有用 人就是年轻值钱 甚至都不值钱 你说你有什么社会地位 你有多大财产 到时候就是一龄 不是 你有这个养老的考虑吗 你比如说 越吃越来 他不是咱不挣钱 他能活一百亿 你跟他说什么 咱现在也不趁机 多捞几把 那将来老了 这个挣钱能力 可能会下降 对吧 花五百日 什么的都好吗 什么的都又是有可能 不是 我 花五千日 我都认识孟广美 我都认识孟广美了 我也认识顿文涛了 我能老到哪儿去 我倒是不行 我找你们去 往他们家门口一坐 管饭 管饭是最低标准 你怎么说这个最低标准呢 我们家吃饭挺讲究 你说的他跟这个女生 广美你这个女性角度 也可以聊聊 对啊 其实江岛来了 我们不能只谈他 不完整了 是吧 嗯 咱聊点什么 聊点您夫人的事 嗨 啊 聊聊 我以为聊 聊 没有问题 不是 您夫人也是您的这个 您的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灵魂人物嘛 对不对 而且我昨天还发现一件事情 他在前一部电影里面只是一个 选角的副导演 是吧 他这次是总制片人 温州人嘛 人家不愿 人家必须当老板 所以这个 人家有这个实力 这种感觉好像是 这种感觉好像是我老公说 哎 要不你来当世贸天界的董事长吧 哎 哎 我告诉你 这是 我跟你讲 再三辈子都不会发生 我告诉你 您家为什么就发生了 你就告诉他这么一件事 嗯 你就真答应他 你绝对比他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要求我这么做的 那我是这么要求 我说那你 你愿你来吧 他一定说得跟你好 不是 百分之百 然后不爱算账 算不过来账 我不是跟他说 我说 再大的账 也是撒瓜俩枣对我 值不得我 费那么大的心思 我真的是这么想 我觉得犯不着了 但是我们家 他就是这个周老板 他会觉得 你这样叫浪费 你这是又浪费 生命又浪费大家 他愿意把这事接回去 那让他接呗 那那我想请问 就是说那大事听谁的 我的事啊 不是 哪个事算大事 拍戏的时候啊 因为他是总制片人 拍摄听我的 但是拍摄花的钱呢 所有我不想听的事 都归他了 都归别人 我不管了 但是要是拍摄 超出预算了 听谁的 什么叫预算 这就是老婆当制片的好处 你想 你想把这事 你请吃饭 我觉得我导演 就是请观众吃饭 你老是说 这菜太贵 那菜太贵 我觉得没意思 对吧 一顿饭能贵到哪儿去 电眼能贵到哪儿去 一顿饭贵到哪儿去 一个镜头有时候挺贵 也不一定 我觉得吹牛吹大发 他说的是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有心 请大家吃一顿饭 这菜多贵就点了 这餐厅里最贵的菜 能怎么办 你不能点的菜 还说这贵 就没意思 这个我都能理解 你觉得尽管我 小市民阶层 对吧 我都真的觉得做个节目 在有的这个范围内 他只要能好 真的是不惜代价 但是我跟合作伙伴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为了请你吃饭 就是为了请你吃饭 给他看 明白了吧 或者请你吃饭给这人看 你当一局中局的人 你当然吃不好了 马爷看老远看 马爷姜文不错 还请龙龙美吃饭 然后我跟马爷说 马爷将来我也请您吃顿饭 说马爷说 愿意上钩 不愿意上钩 说你爱请谁请谁 跟我没关系 其实你啥也没吃成 这个没意思 我觉得这个没意思 还有拍电影 不是为了请观众吃饭的 有啊 为了上市 为了换股票的吗 有啊 拍个电影 没票房 能上市 能涨吗 这事你得问专业的 他们都有办法 这都不是事 我反正跟谁我也不签 我就自己这么着 我觉得挺好 很好 我干嘛呀 我弄那个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 这么多年 我们有一个 就是解不开的事 叫电影情节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看电影是必看 有人上来就呛我一句 什么叫必看 我说我很容易跟你解释这个问题 扒着墙头脚底下点 垫六块砖 扒着墙头看两小时 这就叫必看 是 看过吧 是 我们过去看电影不让进呢 是 不让进 第一先抢人家票 抢电影票 还画假票呢 画假票 文明了 你没干过这事 你生活的条件太好了 你部队大院还去抢人票呢 进不去呀 你以为部队大院也有钱呢 装不下那么多人 电影院里不可能有一个空座 怎么抢票呢 部队大院的就叫穷病牛 我刚才怎么抢票啊 你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 因为入场的时候人多 那时候电影院大 可不像现在的破电影院太小 过去电影院扔进一千多人正常的 然后那小孩呢 有特小孩拿一票举着进 明白了吗 这就完了 8一摘 这票就是我的 一转身那边 抢票的人一定手里 你抢票的人不能进 因为你一抢有人能看见 这首8票一低了 这首就送给另外一人了 我这回送给他 下一回他得送给我 就跟意大利专业扒手差不多 不是 你得给说高了 我没那么高 我就是为了看场电影 我们站着看电影的这个经历 是我年轻书必修客 站着看场电影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站着算什么 我们站我们工厂看院的 站不但是站着 而且是站在屏幕的背面的正常 这不分正反面 对对对 全体观众在正 主了主了 对于说正反面就是你心里还有结 反面也是电影 不管是个人 金律 Ping 这么下 对对对对 出枪怎么出 没法没法 这个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深的 小时候我开枪 特别能理解 我能有的 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很深的电影情节 电影是不容糟蹋的 我先说 就跟史坊里说的 第一幕位 第二幕位 对对 没错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我先说我自己啊 我有一阵子 不要做一节目吗 那电影我得看 你说电影卖那么多票房 你不看不成 不看你不能说 我看啊 我硬着脑袋看一会儿 我给关了 我不看了 不看了 我没法做啊 但是不行 隔两天 他说那节目还没做呢 说得看 又看 两次抱着巨大的成绩和工作压力 电影看不完 那我不认为是我的问题了 我认为一定是那个电影的问题 电影太对不起我了 我们这么认真的一人 你电影得对得起我 就是你电影好不好 我觉得马爷说的特别关键 就是说 你能让一小孩踩着砖头 扒着墙头 看电影 然后不惜犯错误 去抢票进去 他得多吸引人 你现在拿那么多钱拍电影 它不吸引人 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电影的确是这个 茶余饭后 得在这个 家长里短之上的一种梦想 变成一个话题 对 而且就是分分的东西才行 你天天聊这个分内的 和聊这种家长里短 或者说是萨瓜俩走 这不叫电影 拿电影聊怎么挣钱 拿电影聊怎么泡妞 这都啥都不是 他可能觉得这是个娱乐业 我只让他们问是票的人 得了娱乐 那就错了 娱乐是什么 叫他说这个 你能让我为此去抢票 你能让我为此去翻墙进去 为我 让我去扒着 这个 踩着砖头看 这叫牛 因为娱乐 不是战阶呀 大哥 这出台战阶 这两回事 没有那么娱乐 不是说小曲难唱 口难开 陪着大哥 吃饭 这叫娱乐 那就要见 中国之所以有了 今天就是说 一群人号召拿起枪杆子 砸烂了一个 恶心的 肮脏的社会 人吃人的社会 开始做一些靠谱的事 嗯 也不能老是那么脏吧 但是 这就是说啊 你比如现在还有些人讲 一个是电影呢 满足一些这个 俗的这种需求 甚至呢 现在都 你要记得啊 俗人 就是说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 你别想让俗人 瞧不起人家 这也不合适 给人点好东西吃 他会记得你原来 对人尊重来着 您天天想着 接地气掏人兜里点钱 人家进步的时候 回头一看 现在当时给我拍 什么烂电影看 不靠谱 那要是你这么好心好意 但是他还不受落了 他还不受用呢 没关系啊 给他点时间 来得及 而且现在这个事啊 就变得很复杂 你比如说 还有些人讲 就说这个网络科技啊 这些东西的发展 说将来电影院 还有没有啊 有的人说 没准是互联网上 看电影了 甚至还有的人说 可能电影 早晚都有消亡的一天 今天的孩子 说玩游戏了 我觉得消亡不了 就说人只要有梦想 人只要 这么说啊 如果现实都能满足你 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非常扭 无论精神的物质了 您不需要电影 您有这样的福气吗 就算您一人有 大家有吗 那比如这个 人类没那么大的运气 最多是说什么的 我拿这么点一小东西 我趴走哪儿 哪儿放出一大荧幕来看来 可以 但是您得看 非分的东西 那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没有这个 人生是很难完成的 不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梦想 打比方说 要是将来出现了那种 真人情景互动那种游戏啊 甚至是 那有很多个剧本的 就是你这个人 人做 观众做主了 我选择 就是这路游戏打下去 我选择那就是那样一个人生 他在游戏世界 这也是玩法啊 这也 那需要人去创作啊 需要人去拍摄 需要人去 把它制作出来 还有一点 您要有那么多的自主选择性 您不当观众了 您当创作者了 这世界这么多人 七十亿人 你看看有多少有自主性 那么有自主性 没有特朗普 他说的有道理 要那么有自主性 就没那么多人用这个 iPhone 你看乔布斯就是 就是这个 对吧 没有那么多选择 要那么多有自主性 就像孟广美一样 去看一步之遥了 所以这个事呢 我还得 二十三块而已 二十三块 你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 我这次这个叫什么 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 其实这里邪和正里边 也包含着 一个人能不能逐渐变成自觉的人 能不能有自主性 那但是你觉得 今天的孩子 是不是 他们就比较被 怎么说呢 有些人叫物质化 有些人叫被这个消费的东西 弄得这个 被制约的很厉害 被制约的很厉害 被这个 这个 低头 对 我觉得他们最后 有机会自己再选择吧 如果连 再选择的机会 都自己放弃的话 那都不赖别人 你不是挺关心 他怎么叫你儿子的吗 对 这个应该是 已经两年前的新闻了吧 就是你不是带你儿子 去新疆那个事情吗 你有几个儿子 我没有小孩 那你不能关心这事 那不是 你要只 你要把老公带来新疆 不是 不不不 因为我觉得 就是说 尤其在中国社会里面 很多的男士 就为了要这个 就是你说嘛 上有老下有小的 你就为了要照顾这个家庭 其实他们是有很多借口 不出现在孩子的成长的 这个过程里面 但是我看完那篇文章就 就特别崇拜了 无体投地 所以今天就来做节目来了 对 甚至准备生孩子了 没有瞎说 但是我不需要告诉你 那文章是假的 是吧 因为这个文章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儿子他一岁 我以为还是真的呢 真的 我真以为 第一我也带不走 第二呢 没人跟我走 他不听我的 我觉得这事可以讨论是在哪呢 首先不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说是真的 这个文章写的好就好在 他要造一件事 他是摸准了大家的需求和 安在神身上 他容易信这件事 那就是你找的写手写的吗 我还不认这 这也太蓝清风了 听我说 这特别有意思 我特别想找人写一个这样的文章 还就真写不出来 就认识我的 比如邓文涛 不舍得这么说我 你好不容易咱弄一圆桌会 我请他看一电影 他不好意思 老江电影真牛 真好 我想看三遍 他说不出来 但是那种人 我不知道人不好 但是他不认识我 他真敢把我写成那么好 我也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网上很多写我好的 都是我不认识的 对 网上很多写我坏的 也都是我不认识的 我特别想认识这个人 为什么能把我写这么 你看现在呼吁一下 但是他这个意思 人不告诉我 这个意思你是觉得挺同意的 就孩子得皮实一些 对 但是我做不到 你是特心软的那种父亲 不是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新疆一人怎么活 我带俩孩子怎么活 这个 这确实挺难的 对 的确高抬我了 但是他怎么就能让人这么信 我觉得咱从写作的角度来说 他是高手 你担心年轻人吗 比如说爱不爱看你的电影 谁是年轻人 我们了 我就像没有比我儿子更年轻的吧 就这拨人 就是说我已经听我儿子说让我演过 星球大战 我儿子让我去演 演完之后他也没什么 他看完之后他说 这集不是我喜欢的 我喜欢那集 宠着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还是愿意 其实这个 邪恶不押症我有一个私心 就是我起码让我儿子 他们 看着舒服 有这个一点 因为 像子弹飞啊 还有叫什么 鬼子来了 他们看不了 有些东西可能太暴力 有些东西太复杂 阳光灿烂他们喜欢看 而且反复看 喜欢看 这个我觉得 有点像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吧 就是他们也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 我听过一些这个老导演呢 也有点那种感慨啊 就是其实这玩意儿就是说 我还跟不跟得上 他感慨什么呢 青年观众的胃口 说哎 你比如说有些年轻的这个导演 找些偶像派弄一个什么 好我叫我十几二十亿的小房出来了 这就是他糊涂 你老导演呢 你说糊涂在哪啊 你拿刚才那是什么 iPhone啊 那是一老人设计的 好多名牌都是孙女大设计的 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都不是年轻人设计的 哎 他会聊 什么叫会聊 这就是咱们说讲 就是说你不能 把那伪命题都扔一边下 咱聊真事 说北京不是今天拆的 老早就拆了 拆老就回了 说你要不了解这个 那你就你就受眼前事困扰吧 没有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拍你全世界最好的点不是年轻人拍的 年轻人是观众 对吧 观众不一定能创造 老导演很多东西是很好的 年轻导演不一定拍出好东西了 这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挺好 说没有心不心啊 只有好不好 对 年轻人看的东西跟我们想看的有什么不同啊 你告诉我 我们小时候叫战火中的青春 后来美国人叫四情加暴力 这其实里边东西都是一样的 比战争更暴力的东西有吗 比战火中的青春 你能喜欢什么吗 你就点荷尔蒙就这点东西 十七八十八九 你管不管他是冰岛的还是埃塞俄比亚的 能差哪去啊 如果有那么大的差距 德哥 咱太走运了 咱早就在月球上 在火星上 没有马斯克什么事了 人类这么多年的进步没多大 就是你可以说 人类掌握的技术在进步 人类自己 没进步 还因为那三顿饭 能不能长肉在着急 你自己这个基因和进来的 能产生的变化 对 没多大 没有变化 你跟孔子 要不孔子说你读不懂了 对吧 所以你说在 你顶多是书多了 过去学富五车 五车就 没多 这么大一卷书 打开没几个字 他们古代没几本书 说他们读多少书 没马爷读得多 这就是一个不懂 他们天天崇拜古代 这就是傻子 没有马爷读 没有几个比马爷读得多的 这是事实 没那么多书 好 现在书更比马爷读得多了 随便打开 什么百度 全有 问题是您接受 能接受多少 您看到眼睛里 进视网膜 再到大脑里 再到你的理性 记忆 比孔子的时候 没进步 你胃口还是那么大 你还是那么大 那你有什么用啊 你只能增加更多的焦虑 让你睡不着觉 尤其是做主持人的 你们为什么睡不着觉 小翠也睡不着 你也睡不着 他都是当主持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操控 剩下这三人 但我为什么老能睡 对啊 而且还不想起 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不会停在一件事上 说他为什么 我老琢磨 就过去学而不思 思而不学的事 思要通过学补充 学完之后 还要思一思 学而不思则往 就思而不学则待 则败 所以这俩事要交替 因为有些事呢 我想不明白我读读 我读读我再想想 那不更睡不着了 还不能迷信 想可睡得着 想可睡得着 我觉得这事我想明白 我说他们没满意 读的书多 咔 睡着了 为什么呀 如果去拿板做的东西 写半天卷摸一块 五车到头了 那能有几本书啊 我告诉你啊 中国经典四十五经 全加起来不足一个 《青春之歌》字数多 对啊 你看那能怎么着 不比《林寒雪原》字数多 《红楼梦》咱就不比了 那更多了 不是 是后来 书啊 书啊是次要的 但是问题在于呢 不管古代还是现代 你读书也好 你这个阅人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成人呢 道理 就是 就像你说的 酿成这个酒啊 得把这个东西酿成 你的认识啊 这事又是有点半胡子说法 成人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为了跟这锅人 处事呗 周围烂七八糟 就是说你跟旁边这些线 支撑一个背心而已 你离它远点 你这线头直的 你不用跟它学 不用跟它处 你可以选另外几条线 支撑另外一块布 选择人很重要 你没事老委屈着 这当然了 要支撑一块布 必须委屈着 对 要不支撑一块布 对 高手就不支了 我自己跑山顶待着去了 再高的就是无声无息 对 怎么不一辈子 所以他呢 你们上市甭拉我 我就是一个人拍我的电影 我就想过啊 如果全中国人都上市 你们都有上市公司 就一块卖两块嘛 两块卖三块嘛 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俩不上市 你们需要什么呀 你们需要项目 需要内容 我们俩最贵 不卖你 不卖你 走 走 因为你们没故事 没内容啊 没内容的资金 就是零 就是负担 现在内容为大 不管什么 当然了 那现在你拍电影 上市老板越多 我们俩越踏实 那你现在拍电影 不也得花钱吗 对啊 花钱万一要收不回来呢 那这算是谁的损失呢 哎呦 您买股票 收不回来算谁的损失啊 这叫投资 知道吧 你是自己投还是别人 不是 我投啊 我先投进去 你们投我还选 你 我看你靠不靠谱 你还不配亏呢 你不配跟我亏呢 不是 因为发生过这种事 比如说子弹飞 我也没想让他赚 我不知道怎么赚的 就赚了 然后呢 杨阳诚特别高兴 这道歌 我觉得有点意思 就是说 叫什么 太阳照人生起 一般还赔了一点 然后他来投资 我说这片啊 德哥 这可能是不赚钱的 因为 他不是一个商业票 他说 哎 这我是要脸的人 我不在乎钱 爸 进去了 好 说得好 果然赔 赔王就说 我现在就想把你的工作室 给买了 咱们一块做 我说别 德哥 我说买 不要 我花不了 人家没用的钱 他说 我现在吃喝以外的钱 你给我 你先拿着 先花着 特别不踏实 我说不用 我说我答应您呢 我什么时候再写剧本 您先看 您愿投您投 您不投我找别人 这是一很好的条件吧 好 子弹飞 是这么弄的 他没说他就投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投 你看人聪明在哪 葛优不是来吗 周润发不是来吗 人家又不是傻子 人家来我就投 我才明白 我说这俩人这么重要 重要 他以为我知道 我就不知道 然后赚了钱了 他很高兴 把他那个上一次赔的也都赚回去了 然后就给我发一红包 这会儿我说不行 我说八人 所有人都请了一块吃饭 我说大哥 没人给我个红包 我说我也不想要别人给我红包 我说不好意思 这我算怎么回事 您给我钱 我还得谢谢 不行 我说如果咱这事非得说高兴一把 不表示不合适的话 今儿我发您八本红包 您拿走 因为您想投这票 讲究 这就叫讲究 我大气啊